你敢相信吗? 2025年10月30日,一场太阳戏剧的巧合正在上演 即奥默默、鲍里索夫之后第三颗星际访客3I Atlas 正以每秒58公里的速度略过近日点 仅仅两分钟后,太阳突然爆发 X5.4级要斑,日缅物质抛射CME形成的等离子体云 如金色海啸般涌向升空 这不是简单的时空重叠 那颗来自银河系深处的彗星恰好挡在太阳风暴的必经之路上 像被精准较准的宇宙探针 与这场20年来最强的太阳活动迎面相撞 此前我们已聊过3I Atlas的来历 今年7月,由智力的Atlas望远镜发现 其轨道偏心率远超太阳系内彗星 是首个携带液态水的星际天体 但这一次,所有目光都聚焦于它与太阳风暴的奇异联动 为何彗星抵达近日点的时刻竟与太阳风暴爆发如此精准同步 它在风暴中展现的抗干扰能力又暗藏着怎样的宇宙奥秘 接下来容我给大家分析分析 要理解这场联动的诡异之处 得先看清太阳风暴的杀伤力 这种由太阳药斑与CME偶合引发的能量爆发 堪称太阳系最猛烈的空间天气 它分三波攻击 8分钟抵达的电磁辐射会扰乱地球电离层 数十分钟后到来的高能粒子流 能击穿航天气外壳 一至四天后抵达的等离子体云则会引发地磁暴 1989年魁北克电网瘫痪 2020年至2024年583颗星链卫星坠毁 皆拜它所赐 而10月30日这场风暴 是第25太阳活动周期的峰值事件 CME速度达2200公里每秒 抛出的等离子体云 质量相当于三座珠穆朗玛峰 其覆盖范围足以吞没100个地球 按照过往规律 彗星在这样的风暴中会狼狈不堪 2007年 恩克彗星就因高能粒子冲击 导致彗尾断裂成三段 汇发物质喷流完全紊乱 但3I Atlas的表现却颠覆了所有的预期 近日 哈勃望远镜与韦伯望远镜的联合观测数据 揭示出这场联动的三大反常细节 每一个都让天文学家直呼 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 一 时间同步 0.003%概率的精准撞线 SOHO卫星的监测数据显示 3I Atlas会合越过近日点的时刻是 10月30日9点45分UTC 而太阳X5.4级要班的爆发时间是9.47分UTC 仅差两分钟 要知道 太阳要班的爆发时间误差通常在数小时 汇星近日点的计算误差也在10分钟以上 这种级别的同步概率仅0.003% 更诡异的是 这场风暴的CME传播方向 恰好正对3I Atlas的飞行轨迹 仿佛太阳特意朝这颗星际访客 抛出了能量数 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 艾米利·马丁在观测报告中写道 这就像你在暴雨中奔跑 却恰好被一道闪电精准击中 这不是运气 更像被瞄准了 2.物质异常 风暴中的绿色荧光密码 10月28日 微博望远镜部捕捉到 3I Atlas会发中出现诡异的绿色荧光 光谱分析显示 这是氢化物分子在高能粒子轰击下的发光现象 但反常的是 引发这种发光的激发源 通常是太阳风中的质子流 在观测数据中完全缺失 更离奇的是 绘发中镍元素含量比太阳系 其他彗星高出37% 而镍正是航天器热防护层的核心成分 这种非自然负极 让哈佛大学教授阿维勒布团队提出了人工造物的猜想 勒布在展示对比图时说 正常星际彗星的元素比例应该是随机的 就像银河系的物质指纹 但3I Atlas的涅含量太规整了 更像被刻意添加的保护层 用来抵御太阳风暴的冲击 3.轨道突变 风暴中的神秘减速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轨道计算数据 更令人震惊 3I Atlas在近日点后 轨道偏心率突然下降0.03 这意味着它的逃逸速度减少了约1.2公里每秒 要知道 太阳风暴的等离子体压力 最多只能解释0.005的偏心率变化 剩下的0.025的多余减速 找不到任何自然力来源 JPL轨道分析师马克·戴维斯解释道 这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车 在狂风中突然慢了下来 如果排除计算错误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 它在主动调整速度 勒布团队进一步推测 3I Atlas可能利用了太阳风暴的磁场波动 进行磁帆制动 就像人类航天器借助行星 引力弹弓效应调整轨道一样 3I Atlas到底是自然现象 还是外星探测器 这场联动引发的科学界争论 以从天文观测延伸到宇宙文明认知 两派观点的角力 让这颗彗星更添神秘色彩 主流学派认为 是巧合加未知自然规律 加州理工学院团队 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了 10万次星际彗星 穿越太阳风暴的场景 发现其中有三次出现 类似3I Atlas的稳定喷流 原因是会和自转周期约8.7小时 与太阳辐射周期恰好共振 形成了辐射护盾效应 他们认为 涅含量偏高可能是因为 3I Atlas来自一颗富含涅的恒星系统 轨道减速 则可能是会和释放的 大量水蒸气产生的反推力 团队负责人 约翰·巴恩斯强调 我们不能因为无法解释 就归因于外星文明 银河系有一千亿颗恒星 总有我们没见过的自然现象 激进猜想派认为 这是被操控的星际探测器 乐部团队则拿出了关键证据 10月2日 火星勘测轨道器拍摄的 微彩色图像 图像中 3I Atlas的会和表面 有明显的规则几何阴影 呈现出T型凹陷 不像自然天体的不规则形态 更重要的是 韦伯望远镜在10月29日 风暴爆发前一天 检测到会和附近 有短暂的窄带射电信号 频率稳定在1.42GHz 这是人类常用的 星际通信频率之一 乐部认为 它可能不是自然访客 而是受控探真 太阳风暴或许不是障碍 而是它的能量补给站 就像航天器在近地轨道 利用太阳能充电一样 目前 NASA尚未公开原始图像数据 这场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但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关键节点 下一次观测窗口 那么SUNI Atlas 现在在哪里 何时能再被观测到 11月初 SUNI Atlas 脱离了太阳眩光区 当前 它距太阳约1.2天门单位 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正以每秒56公里的速度 向太阳系外围逃逸 比进入近日点时 慢了2公里每秒 这进一步印证了 减速的真实性 下一个观测窗口 将在12月19日到来 当天 SUNI Atlas将抵达 距地球最近的位置 约2.7亿公里 相当于火星到地球的 最远距离 届时 威拉鲁宾天文台的 LSST望远镜 将进行全光谱扫描 其分辨率是哈勃的三倍 足以看清 会和表面10米级的细节 艾米利·马丁认为 这是我们解开谜团的 最后机会 如果观测到 会和有机械结构 或是再次检测到 异常射电信号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将被彻底改写 当SUNI Atlas 在2026年初脱离太阳系时 它留下的或许 不只是一串轨道参数 更是一个叩问 在广袤的银河系中 那些星际访客 真的只是随机漂泊的天体吗 太阳风暴与彗星的 两分钟巧合 是自然的玩笑 还是某种宇宙信号 12月19日 当LSST望远镜的镜头 对准那颗 逐渐远去的彗星时 我们可能会看到 两种结果 要么证实 它只是一颗 特殊的自然彗星 让这场争议归于平静 要么发现 它藏着人工造物的痕迹 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 我们或许早已被 外星邻居注视着 而现在 倒计时已经开始 朋友们 敬请期待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聊聊